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发展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 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历史和现实均表明 中美何则两立 斗则巨伤 前不久 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举行视频通话 双方都赞同 中美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避免对抗 拜登总统重申 美方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重要十字路口 我们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有关积极表态落到实处 定期陈旧过时的冷战灵合思维 美方应同中方相向而行 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加强沟通 管控分歧 聚焦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 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污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CTI108就有折扣了